我郑重宣布 咱们正活在 有史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夏天 今年上半年 头六个月 一连串的高温极值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的数据 这个六月 不但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 而且是连续第四个月 创了历史记录 通常我们把这个1998年的全球气温 当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证据 一个衡量标尺 但是我告诉你 2010年 破历史记录的这个热月之多 已经超过了1998年 这个数据 就美国内局的数据还表明 今年6月 已然是连续第304个月 这个气温呢 全球表面温度 超过了20世纪的平均水平 这就是在一连串的证据上 又加上一条 表明什么 全球气候变化 坚定不移的来了 这是我在人民网看见的消息 那么在这个最热的夏天里 我看到 还有一样东西啊 特别的热 微博 现在好多人呢 迷这个 不过这一周以来 有一个特别热的微博 就一条啊 也不是出于什么社会名流 出于啊 一个19岁的男孩 叫王凯 他这条微博 是8月8号凌晨3点发出来 好家伙 一夜之间5000多人次转载 仅仅就个一条上 后头啊 就跟着1000多人的评论 他这个微博旁边 还配了一个烛光的图片 这微博很短小 上面说 水灾停电 整栋楼的人 都聚在这烛火旁 这小伙子是在哪儿 写的这条微博 甘肃周曲 也有活的 不过很少 活得很少 大多数人都死了 全都压在地下 8月7号晚上 周曲那边这人 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窗外下着小雨 是稀稀利利 下得很小啊 这雨啊 是从傍晚7点多 就开始这么下 周曲县城附近 有个村啊 叫月圆村 这个村啊 有很多个姓氏 显见得呀 是好多不同地方的人 搬到这里来 聚在一起 所以呢 寓意是团圆 起着名啊 叫月圆村 可是那天晚上 那是月黑风高啊 排山倒海 事情是怎么发生 咱从一对夫妻说起 刘宝平 夫妇俩 他们在月圆村啊 住的是一个 二层这小楼 哎 那天晚上11点多吧 夫妻俩在二层那儿 这个二层楼上啊 睡得正香呢 但是啊 被吵醒了 被什么吵醒呢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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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种这种声音啊 这个噪音扰民了 噪音太大了 醒了 醒了说 这个这个这个 看看怎么回事吧 找手电筒下楼 刚找着手电筒 睡眼上在惺忪啊 哄一下子 他们家的院子门被冲开了 被什么冲开的 被滚滚泥浆 就冲开了 你想一辈子没见过呀 当时这夫妻俩 没命的就往楼上跑 本能的只能是跑二楼 跑二楼 跑到他们家房顶 二楼顶上 往外一看 惊呆了 首先是什么都看不着啊 一片漆黑 啊 这伸手不见五指 但是有声音呢 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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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然后看见了 电闪雷鸣啊 那个闪电的卡 一下子就一个闪电 一瞬间这一闪呢 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一下子他们看清了形势 那是滚滚的山洪泥流啊 倾泻而下 就在他们眼跟铁 这么往下冲啊 好家伙 这是真是把这夫妻俩吓得 瑟瑟发抖啊 不光因为他们在抖 他们家这小楼啊 都是晃得摇摇欲坠 这个一轮一轮的这个这个泥浆啊 把他们家这个楼啊 打得就啪啪啪 眼看见楼下他 他们还听见点人声 这个这个有这个夹杂在泥石流里 那个呼救啊 这个求救啊 那个那个声音 可是那个在那个天崩地裂的 这种轰隆轰隆当中啊 显得是人的声音呢 显得是那么样的这个微弱 后来有极少数幸存的人 就咱没见过呢 他们回忆说泥石流像什么 像一堵厚厚的墙 墙有多高 有十多米那么高的一个墙 你想立着就过来了 而且这个墙外头啊 还裹着一层白白的这个水雾啊 这哗一下 冲的那个速度啊 他们说就像喷射的速度一样 红一下 越圆村 没了 泥石流是从周曲县城的北边顺流而下 经过三眼玉峡谷 正对三眼玉峡谷的就是越圆村 北街东街两村又在越圆村下房 8月8日凌晨 总量约18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 从峡谷冲出 迎面将越圆村吞没 接下来又从北街东街村中间活开 最终一头扎入白龙江 越圆村的近邻是三眼村 三眼村的村民呢 活下来的这个比较多 他们当时啊 见到这个情况 大家都没了命的往这个西边的二郎山上跑 到山顶上一瞧山顶上挤满了人 可是呢 细一看 没有一个越圆村的人 大家站在山顶上看着附近的越圆村 那那个那个情况都在说呀 越圆村悬了 这个村啊 怕要没了 再说回越圆村 刚才这个刘宝平夫妇咱不说吗 在他们家二层小楼 楼顶上还在那数呢 哎呦 有四波泥石流 一波比一波大 一波比一波大 可接下来啊 甭数了 他们自家这都已然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为什么泥江这夫妻俩下不了楼了 泥江已然把他们一层楼啊 全灌满了 要不说万幸 他们家这小楼啊 距离这个主这个泥石流的主风头啊 有点偏 就没有受到主力的这个冲击啊 哎 最后居然摇摇欲坠 还摇摇未倒 所以这刘宝平夫妻俩成了月圆村屈指可数的几个幸存者当中的两位 那你要说这个村委会主任啊 老何家 那就惨了 老何这是个挺顿式的啊 这就挺黑的那么一汉 今年34岁 他说什么 我们家十一口人 你瞧瞧 就剩下我和小儿子了 他回忆那一天晚上 他说这个风啊 是特别的大 风大雨极 大到什么程度 说现在沙子都吹起来 他说这泥石流一下子冲到我们家院子里啊 我就赶紧铺回家里去捞人呢 家里十一口人 他只是来得及抓住了他这个小儿子五岁的小儿子 刚把小儿子给架在脖子上 真叫立足未稳的哄一下 这父子俩呀就给冲出不知多捞远 眼看着跟着泥石流这就走了 正巧有一根电线杆子还经过身边 老和这一把 算是勾住这电线杆子 哎呀就靠这电线杆子 在这个泥石流当中啊 这个再服务再沉 他说这个中间呢 有两回 这个泥石流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就要磨了我的头了 我怎么办 我只能把我这小儿子往上救一救 往上救一救 把他拖到杆子顶上 然后我自个再再再像个蛤蟆似的 喷哒喷哒喷哒 再爬高一点 然后过一会又快没了 我就再这么如是这般 算是保下了小儿子和他自己 这两条命 十一口啊就剩下两口 后来他说呀 那天晚上 就是刮着冻死人的风 尤其是我挣扎的时候 我眼前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的 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夜 8月7号以前的月圆村 是什么样 村民们说呀 我们这儿是周取最好的一块地 很多人都愿意来这儿住 那说是自豪啊 说的跟桃花源一样 说这个灾前呢 这里正是一片这个绿油油的啊 抽了刚抽碎的玉米地 而且村里呢 还有一条小溪 哎呀小溪两岸呢 那都是什么核桃树啊 柿子树啊 哎 猛猛葱葱啊 猛猛育育 可是现在呢 就剩下几棵核桃树 青青果实 上挂枝头 200多户人家呀 全就给淹没了 咱们看这个卫星图片 这是月圆村灾前 您瞧 这样的一个村落 可是这就是倪石流之后 周曲县城关镇的这个书记 讲啊 说这个月圆村啊 这个人口人员损失的状况 除了有五六十号这个人吧 在外头或者是上学 或者是打工 没招灾 剩下的 幸存的 全村架起来 就剩下十几个人呢 而且这个倪石流啊 他不他过去咱们说这个倪石流 想象的都发生在这个边远山区 那地方好像人口不多吗 可是这回周曲的倪石流 我说这个倪石流